文化自由行 Culture王 文杰華 王志忠 傲慢語偏見 王耀明 文杰華 王志忠 傲慢語偏見 Hi 繼續我們的文化自由行 到節目的尾聲 繼續祝著Anthony 王耀明 Hi Hello 傲慢語偏見 我們在05年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聽了很多不同的題材 但我們面對著現在的世界 也有很多變數 大家的心情都不同 雖然是新年 但我們也知道在去年年底 發生了的事件 令到有些人感覺到 我們前一陣子的荷里活電影 叫Day after tomorrow 有人發生了這個海嘯之後 才看那部電影 於是他就說 咦?很害怕喔 怎麽好像這部電影是一個預言 感覺到 都想不到 日常的事可以在這麽短的時間裏面 殺了這麽多人 死亡每天都在影像上 以緣目染出現 但其實這些所謂天災 人類有歷史來的都是 有的 不過我想從來都沒有像這次這樣 我們可以24小時在電視上 一直目擊著那些事發生 或者是之後都繼續有不同的人 可以提供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片段 給我們重溫 我覺得是 是幾不可思議的 是因為科技的問題 科技令到我們看社會 看人生都不是很痛 但這樣經常都可以當作一個觀者這樣看 會不會是令到我們對災難的 看法的感覺是跟以前原始人 親生去經歷的災難 真的不同 我不知道始終怎麽看 可能那個媒介的 現在的重疊性 或者競爭性 令到大家都有一個的心態 就是變了好像有幾天 是我想停下來的 令到大家有少許矛盾 你想再追 知道一些新的消息 或者香港人 諸如此類 但是 再看你可能真的想哭 或者可能你都哭過 又會再哭 諸如此類 有時又不想看 是的 但是你好像 Left out 了 好像沒有參與 好像覺得少許內疾 少許 這些其實很麻煩 是個媒介 太方便 原始人就不是 可能如果你住在印度 你不知道中國有個事件 可能這樣才算 但現在你無論住在哪裡 你的手機都可以直播一個籌款音樂會 我覺得 就好像Antony所說 不可思議得來 是令到我們有少許無所食從 因為其實 例如說你的家人去一輩子 你都需要一段時間 你才會 所謂 可以 接受到那件事 就是 平促 那種 但是我們 二十四小時 其實都是 被那些東西轟炸 其實我們沒什麼時間 去 將我們從這件事 擺一個距離 然後我們想想 其實我們對這件事 怎麼看呢 你說得很好 因為我們剛剛美國有一位文化學者 蘇珊桑提 蘇珊桑提 他去世 他生前其中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就是 《War and Photography》 就講戰爭和攝影 他自己都去了薩爾瓦 就在這裡生活了一段時間 他認識很多很著名的攝影師 他覺得你的影像 當你每天在不停地出現的時候 反而會令到我們對於人間的慘事 是麻木 是麻木 嗯 我自己呢 覺得 真的會這樣看的 即是有一秒鐘 你覺得 都不是很厲害 明日之後更厲害 哈哈 即是很冷血 即是有一秒鐘會這樣想 那 我們是不是真的看得太多 奇觀化 還有災難式的 沒錯 災難式的戲劇 多得荷里活 我覺得那件事是很奇怪 譬如整件事都令我想起 譬如說 籌款 是 即是 即是突然間 這一切都是一個media event 大家又會在那裡說 我們是不是最快 我們是不是最多 但是 即是不是這樣去看 那 所以 將自己 距離一點 即是向這件事擺開一點 然後想起 究竟這件事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因為其實我們是很瘋狂地去看那些片段 然後很瘋狂地去捐錢 即是我不是說大家不要捐錢 即是大家 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 大家是不是為了 其實只是想爭那個第一呢 即是 即是 即我這樣說好像不是很公平 即是我覺得 其實我們不是在批評 即是大家應該要很迅速去回應 即是我們更加重要的是這件事 讓我們想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去面對災難 或者是 我們怎樣去幫其他人 即是 即是 是不是只是impulse 或者是一個 即是一種衝動 其實你剛才的那種想法聯想 絕對有道理 因為 自從這個不幸的事件出現之後 很多人就會分析 所謂濟貧這回事 連濟貧 是不是都政治化 譬如連美國都是將它 用來做一個國力的展示 和競爭 競賽 那這個有時候真的好像 有少少不仁 有少少不仁 你連這件事都利用了 但你又想一下 在現在這個世代裏面 有什麼東西不被利用呢 不如我們下個星期 好 就講你這個 噴空 噴空 咦好啊 我們都可以預告定 不過老實講 王志忠 我都想問一下你 我們經常都有捐款 我相信Anthony也有捐款 我們絕對是支持 希望有些人 因為我們這樣做得到幫助 但我們都會想一下 那些捐款有多接近 那些需要被救的人 或者他們用什麼途徑達到 他們是不是被浪費了 或者我不會說 中間可能轉到別的袋裡 但我們就沒有去想 有時候我也想想一下 這個舉動有少少非理性 未必是不理性 但我們就不是去想 去想那個效果 不夠冷靜去看這件事 但其實最終我們想得到什麼目的呢 就是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 真的得到幫助 那些捐款 譬如一百元 是變成了幾支水 是不是真的很快就可以收到 不過當中我們知道 中間還有很多 甚至有politics 甚至今次地區的國家 都幾多是貪污的地方 不過如果要這樣想 可能很冷靜 很理性分析的時候 但是另一個可能作為人 或者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可能第一個反應就是 其實做了少少東西之後 是會令到自己的心 有少少釋放 即將那種偽悶 或者那種傷感 可能這件事是 每個人都做出來的時候 令到整個世界 有一個正面的能量 即所謂 現在這個很大的 就是覺得 人類沒路了 突然我們將這個 反負為正 我想有少少這樣 即做些事情不舒服 所以經常都問一下問題 那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間時我回基督教會的時候 我們每個星期 要奉獻我們十分一給教會 那件事其實是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就是其實這件事我們是 即是如果你做善事 你做好事 是應該不斷地做的 可能是每天每個星期去做 那我就在想 我們是不是應該 經常都有一個awareness 有一個醒覺 就是其實我們 應該都將我們的事 和其他人的分享 不是只有災難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我會經常去研究 各個不同的慈善機構 或者是他們行政的架構 他們有多少個部分 是會放在行政費用 那我也會有這樣的習慣 即是嘗試去研究一下 捐給某些機構 即是我是會有選擇性的 這個有趣 那我覺得這件事其實都是 我們作為一個 理性的製貧者 因為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在0405年的聖誕新年才捐錢 其實我們應該有個習慣 就是我們長期地 將我們有多的東西和人分享 那我選擇這個 哪一捐去哪一個機構的時候 我記得以前 你講開基督教教會 教會有一句說話 一個字 就是叫做 有沒有負擔 或者你有沒有感動 感動 不會說 你有那麼多明目的 可以捐的慈善團體 那為什麼我是專給這個 又不給另外一個 那就是 他能不能夠好像說到一些東西給我 我覺得我對他好像 我是要做一些東西才行的 用這個標準來做選擇 好 那我就不知道你是怎樣選擇 我們不如這樣 這個所謂扶貧學 現在都在姓氏的熱鬧 入門 不如下個星期 我們又在傲慢與偏限裏 再繼續說 好嗎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王耀明 文潔華 王志忠 傲慢與偏見 文化自由行 Culture Walk 文潔華 王志忠